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过对人物形象生动的刻画 为我们营造出了此时无声 胜有声的意境 让我们一起走进薄牙古琴图 相遇生命中彼此珍重的知音 若我抚琴 心中有所思念 你能闻而知其异否 您且是否之 我任心猜度 若是猜错 切莫怪罪 水能紧み 答应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上山虎若流水 君知我心那江海 看不尽远山蝶催 欲君会不言归 高山流水青三浓 莫子供应酒一杯 不觉灯芳一生灰 明灭时双吹泪 清晰皆成千金亿 来年再听我呀听 相见和太迟 相叶和太早 何时何日 在左江上河 才会痴远 此期乃乌尔也 不幸染疾 在数月之前 刻染尝世 新鲜一段 金灰乱 此期去 对谁谈 对谁谈 三尺邀请进一回 此去中心 不负担 呢 无地陋摸入 人聚散 日飞影 也飞难 旧时两棚花为伴 高山流水上依然 相见和太时 相约和太早 何时何运 在左江山河 在归之一人 一曲念两声 与君相识声 你看我知 山河万一过 万物皆是只一人 你看我知 山河万里过 万物皆是只一人 排队 排队 管达 千冬 水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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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真是演和唱啊 对 刚才完全是一个小的音乐剧 是的 它不光是一个声乐作品 它是一个又带有表演 还带有戏剧故事在里边 带着情感和诉说的 就那一瞬间我们会沉浸到 薄牙和紫棋这个高山流水玉之鹰的故事里 薄牙和紫棋的故事 可以说是在中国的文化上 堪称属于第一方正的经典 而且人们还特别憧憬 在那一种叫做纯粹的友情 文情 诗情 薄牙绝贤或者说薄牙中紫棋的故事 大家都非常了解 薄牙据说古琴古得特别好 薄牙古琴心里边想的是泰山 古完之后这个钟子棋就说 善在乎古琴 那古琴古得太好了 微微乎弱 泰山啊 我就看见有泰山在眼前 过来一会儿这个薄牙又再古琴 心里边想的是流水 中子棋说善在乎古琴啊 善上乎弱流水啊 这说明两个人高度默契 一个人完全能够知道他在想什么 这就叫知音 都是所谓的志同道合 志趣相投 心心相应 到了这样一种程度 对这样的故事啊 我们还都是从文本上 从口传上 所来进行 但是我们回到一个画作 通过一个画作来进入 这两个人的精神相会的世界 我觉得这还是第一次 这个画家叫王振鹏 也是属于宫廷里面的画家 但是他的画其实比较多的是 殿堂式的借画 有亭台楼阁的山水 所以在人物画上流传下来并不多 首先我们说这个画面的布局 它很单纯 后面没有高山流水 但是它通过两个人 古琴和听琴都坐在石头上 所以这就是在大自然之中了 旁边他们的这个苏童 琴童 也形成了一种呼应 但是最为重要的是 两个主体人物的造型 画牙这个是什么 坦胸裸壁 对 完全是 极其鲜瘦而潇洒 是的 那他在这些执行的 这个手指的指尖都非常修长 应该说是刻画的为描为巧 既传达出我们讲的 武人的高视的这样一种形 其实更是传达了 他的内心的这个情感 非常专注地在进行弹奏 而听着更是沉浸在对音乐的感受 理解 由此才有这个千古之音之说 那么元代 特别是王正鹏 他们这一代人 已经达到了一种对白苗的这个技法 非常娴熟的 在这幅作品中 这个白苗来塑造这个人物 他这种放松的 对 这种流畅的 这种交融无碍的 这样种情境 通过这些线条 能够传达出来 其实今天我还看到一个细节 就是钟子柒呢 她的这个形态蛮有意思 她也翘着二郎腿 完全放松了 对 她完全沉浸在了 这个音乐的这种意境当中 伯雅也是弹得非常非常的投入 她是撸起袖子弹的 你看那边那袖子 还挂在肩膀上 对对 要不然那宽庞大袖子 会影响弹琴的 对会影响 你看她那个脚翘着 那个脚还抬着 我估计是打拍子呢 其实音乐对于我们来讲 其实最重要的是一种表达方式 就是说在没有词的情况下 只听到一个旋律 就能感受到 你心中向往的高山流水 它可以能够听得到 那么对于弹琴的人来讲 如果有人能够听得到的话 能够解释出你音乐 所表达的一种画面和状态的话 心里是非常有满足感的 所以这就是知音 但是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 为什么钟子弃去世了以后 伯雅就觉闲了呢 因为知音很难寻觅 那么历来这个高山流水 伯雅子弃的这样一个知音的故事 就成为了古典诗词创作的一个 很重要的母题 李白呢 他也写了呀 在他的《月夜听卢子顺弹琴》里边说 弦夜作明月 忧人弹肃琴啊 护恩悲风调 宛若寒松淫 白血乱仙手 绿水清虚心 终其久已末 世上无知音 这一看就是李白写的 所以古人 包括当代人 都渴望拥有机遇 都渴望遇到知己 都渴望遇到那个懂自己的人 所以在故事当中 说的是 伯雅遇到了紫妻 高山遇到了流水 一个古琴者遇到了知音 但实际上我觉得 你们歌的最后一句 实际上是道破了 你们想要表达的 一个最根本的含义 万物皆知音 就是实际上 真正到了某种境界的时候 你是打开心扉 你是可以获得更多的 认同交流 伯雅古琴或者高山流水 是历代画家 较为常表现的一个题材 这件伯雅古琴图 是目前被学术界 确认为王振鹏真迹的 唯一一件 人物画作品 可以说作者是用 有形的笔墨 营造出无形的音乐意境 体现了画家高超的绘画技能 和文人意趣 是元代人物画的杰作 这张画 这张画从技法上来看 王振鹏很好的继承了 北宋理工林的白描画法 线条呢 停拔有力 富有弹性 既联民不断 又有轻重 粗细 缓急 顿挫的这种变化 画中部分呢 衣帽 这个用淡墨线染 石花略甲存擦 这些表现手法 突破了白描法的 单调的这个城市 体现了高妙的 艺术水平 与职业画家的精准 不是为元代人物画的代表作 谢谢 谢谢两位带给我们的 薄牙苦幸福 谢谢大家